在中国的西北边陲 新疆喀什地区 夏玛勒巴格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 迪妈木乌伞正在和他的队友一起训练 烈日下 他们配合默契 队员间跑位穿插 拉边扯动 动作娴熟 迪妈木乌伞所在的独球队叫儿子娃娃足球队 这支球队曾荣获随式球王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 娃娃足别球王桂冠 U16国字号球员阿尔菲尔丁 埃斯卡尔也出自这里 而这所村镇小学开始发展足球 也才只有六七年的时间 迪妈木乌伞是球队的前锋 被大家叫做小梅西 小梅西的母亲身患白血病 父亲外出打工 家里无力承担购买求衣求鞋的费用 小梅西差点告别足球队 为了能让小梅西继续踢球 学校和教练老师都尽可能的给他一些资助 有些这个晚上我们也问呢 家里面你回家有没有饭 他不说 有呢有呢 我们知道了 然后我们教练做出行十几块钱 给他吃了一份饭 他心里也知道 我们心里也知道 这个话也不能说 小梅西的母亲身体虚弱 但还是经常蹲坐在场外 看儿子训练 小梅西也曾悄悄地告诉教练 他一定要努力 他的梦想是去内地踢球 可以挣钱给母亲治病 他也是非常阳光的一个孩子 学校到学校第一个到场地的主持场地也是这个 中教练买卖提江 马哈木提说 早在2012年的时候 他们学校只有一块并不规范的篮球场 当时孩子们拿到一个塑料瓶子都可以踢很久 篮球 排球 他们也爱用踢的 学校尊重孩子们的兴趣 把足球作为学校着力发展的一项运动 现在经常有中国超级联赛 中国甲级联赛的球队来足球队挑苗子 买卖提马哈木提说 每天他最高兴的就是看着孩子们开心的跑进足球场 我看见这个孩子们早晨第一个到校的就是足球队 晚上最后走的也是足球队 然后早上到的学生 进校的学生 足球队员的学生是高高兴兴的跑过来 非常阳光 像太阳一样 足球让孩子们团结 足球让孩子们找朋友 他非常高兴 我们的所有的事就是让孩子高兴呀 足球要高起来必须从娃娃抓起 请用这些人来说掌握手 谢谢大家